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乐是一件太棒的事情 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可以用玩乐的心情去看待任何事情的话 那就太好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就会经过很多的课业压力 然后父母的期待 出社会之后的种种的这种 身不由己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会把那种玩乐的态度 或玩乐的那种性质全部都打坏了 对 老师你自己从小就很爱玩 非常爱玩 所以其实我想到 德国有个哲学家他讲过 他说人生其实有两本大书是非读不可 一本叫自己 他说另外一本就叫大自然 我大概这些年 其实我自己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刻 因为当你写了那么多书 总是会有人问你那个灵感哪里来 那我想来想去 大概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的童年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 如果我的童年不在宜兰 然后我的童年里头没有那么多的玩乐 那我的某一些书会不会不见 可能会 有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玩乐其实是在我的生活里头 其实是一种贯穿 就像那个卢梭 卢梭在讲 那大自然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 那你自己在那个大自然里头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会在里头 其实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大自然其实它出很多考题 那大自然里头 为什么它是一个大的学问 是因为你课本能够登录的东西 是经过你们这些人的 然后什么深思熟虑反省 然后得到那个结果 所以你登录在书本里头的东西 几乎都是过去的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物理学家 你大概会告诉我说 那个课本里头学的物理大概30年前 因为现在的物理不可能写在课本里头 所以你有很多的验证 或有很多的思考 其实是要贯穿到未来 所以我的童年里头 其实让你提早去思考这些东西 包括你说你的童年 然后你遇造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你没有正确答案 你自己也要去想答案 比如说我记得我家附近 然后有一座小山 那小山有那个龙眼树 所以以前住在乡下 我们住在宜兰都知道 那些树其实搞不好是没人的 然后长了一堆的龙眼 你要去把龙眼摘下来 你要不要想办法 因为那时候没有大人 然后你们这群小孩子 你就发现说 你们必须要及时广益 他就在解决问题了 可是这个问题是课本里头没有登录的 那课本有登录的经过考试 我这些年发现说 考试那不一定是你的 可是你当年在乡下 然后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解决 然后得到的答案 它是你的 我们到那个湖边去玩水也是一样 因为我家附近然后再往前骑 就有几个风景区 一个叫做大湖 再上去是双连比 再上去就很有名 就是福山植物园 我家就在下面 然后我们以前就会骑单车到那个大湖 那大湖其实它是一个很深的湖 里头有两个东西是 一般乡人好喜欢的 拉 然后跟那个蚕豆 可是它必须要潜水下去 那一般小孩子潜水下去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几个小朋友就想说 到底谁 谁来潜 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 你就必须要做结论 所以让我们去比赛 我们在旁边潜水的地方比赛 谁下去之后 那个潜水 憋的气最长 憋的气最长 你最长就你 可是它还是有深度 其实是危险 所以我就想到说 要不要绑一个绳子 其他人在上面拉 对对对对 我们在那边拉 万一你憋不住了 拉一下 我们拉 拉起来 那这些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这些能力 其实后来都在我的生活里头 我觉得它管用 你有很多的东西 也许不一定是用你原来 那个栽龙眼的那个方式 那也未必是用到大湖里头 去蒙那个拉的那个方式 可是这个东西会举一反三 那如果说一个孩子 然后在大自然里头 学到这么多的一些学问的话 这些学问是管用的 包括你的玩乐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小孩子的玩乐是说 我在哪个地方买了一个玩具 然后你来玩 不是 我们以前要创造创造 自己创造玩具 对 所以我们摘了龙眼之后 就把它吃掉 吃掉那个龙眼纸就能玩 对不对 那你要去想办法 比如说 我们要学会阴干 然后我们还学创造游戏的方法 比如说我打一个之后 打到你的两个 碰到第三个 然后你要给我几个 这些不是大人给你的 是 是你要创造的 自己去创造的 所以你们两个小孩子的玩法 跟他们两个可能不通 或者说你觉得我们的玩法很好玩 然后你说好吧 那我们就依你的方法 可是过没多久的时候 你又推完我的方法 那我觉得在童年 在宜兰乡下玩乐的这些东西 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是管用的 是管用的 像刚才老师说 其实在乡下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什么玩具 尤其那个年代 其实根本也就是 一个很淳朴的地方 所以你们就自己去创造 然后自己碰到事情 去解决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 其实最需要学习就是 当他遇到事情 如何去解决 如何去解决 其实你有一个 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创意 创意是什么 就是帮助我们生活过得很好 更好 然后帮我们去解决 那个当下遇到的问题 所以玩的必要性 是有的 对不对 其实在我的童年里头 我觉得 我那个玩 其实是跟我的生活是贴近 所以有一天你会发现说 你玩到 玩因为你会得到很多的 知识或资讯 那你会发现说 你以前玩的这些东西 它是可用的 可是你这些年代 你去回头看到课本里头的 某些东西的话 它就未必能用 比如说以前 我们在读课本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认识两个人 一个叫小明 一个叫小华 那我就记得小明 以前做过一件很蠢的事 比如他要去买水果 他可能就会跟老板讲说 老板 我要买苹果二分之一 金 李子五分之三金 然后鸡子三分之二金 共几金几元 那我们就知道说 这体是数学 他要教我们叫做分数 分数 可是在我们生活里头 我们从来不大可能 去跟人家买橘子 或买苹果 什么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五分之四 所以我就记得 没错的话 我的儿子还曾经问我 说那个人疯了 他小傲 就那个人一定疯了 可是这个是 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头 我们这些大人 曾经给他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说这些东西 我们没有经过转换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能转换 如果说你今天在教育的过程里头 你是老师 你也没有教我转换 我就永远用你的方式 那万一我用你的方式思考 然后课本给我的东西 又不是非常实用 它变得很没用 那比如说有一个叫小华 小华去上学 他说往这边走一百公尺 他往这边走五十公尺 再回来 谁会这样走 很多小朋友也说 神经病 那这些东西却是活生生 在课本里头出现 所以我觉得常常会让孩子 有点迷惑 就说课本教的这些东西 怎么可能会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到 所以像前两天 我在跟一个邻居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对啊 以前怎么有 塞印啊 搞塞印啊 搞到哪里去了 哇 我小时候看到那个 就好 好玩哦 好害怕哦 就不知道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后来发现长大根本没有用过 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 其实在这个时候 再去重新想起的时候 确实会有点错愕 我们当然不能说 以前我们在教育的过程里 都学习的所有东西都没效 可是没有一个人 告诉我们说如何有效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应用 然后你学了这么多的东西 你只有可能得到挫折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尝试知识智慧 我觉得是要分别 我们以前在课本里头 然后读到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都是尝试 可是我觉得我在童年里头 然后那个玩乐里头 得到的很多的东西是知识 知识 那这些知识 我可以拿来用的 所以有很多书 我到目前 其实我坐下来 我可能要写一篇文章 我写一本书 那个童年的影像是贯穿 那我发现说 天哪童年原来我的玩乐 它好像是一片大海 它里头丢了一堆的那个data 那我只是在里头 然后有些data已经沉得很深 那我搞不好是拿一根棍子 然后脚啊脚啊 把挖挖挖 就有些资料就出来了 我想对 如果我拿这个资料 然后去印证我这个想法 和这个道理的话 搞不好很有趣 那显然我写出来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 我的读者都觉得 好好玩 好有趣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 童年啊 童年那个玩的我 我觉得给我很多的东西 是 所以老师在他的这本 《西游记》 用玩乐起发孩子大智慧的 这本书里头 其实看了还蛮感动的 就是除了每一篇故事 都觉得 好有趣好好玩之外 里面有个灵魂人物是 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就乖穿了整本书 所以爸爸对你的影响很大 我这些年在反省 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教育到底是什么 然后谁是做教育的 最好的人物 像我们这些年 其实我们在看到的 尤其是在报纸上 登录的很多的东西 你看争议里头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可能就相信 说学校是最好的教育 你才会把很多的东西 或很多争论的焦点 放在学校 你该怎么教 你该怎么考 对不对 可是我回过来去想 好像不是 我觉得教育里头 最灵魂的那个人物 其实是爸爸妈妈 那他给我们最美的 那个东西 叫做生长 所以我这些年 其实我从 我的爸爸的身上 其实萃取的 最美的东西 就是他身上里头 有的东西 原来我记得 他很喜欢编那个竹编 那从编竹编的过程里头 因为我也会跟着他编 可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还差一大几 所以我觉得 在他的身上 这个部分是厉害的 所以我曾经 会去反映过一些东西 就是我爸没有读过书 然后我读了那么多的书 然后我们两个 摆在一块的时候 到底谁厉害 如果以我的角度 我觉得他厉害 因为他会的我都不会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 教育的过程里头 可能需要去思考的点 就是说 好像每一个人 都有他不同的 厉害的一个方式 或方向 那我爸在做 竹编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厉害 那我就会想说 他厉害在哪里 那他怎么厉害的 那这些厉害是怎么样 就学来的 比如说我觉得他很坚持 那也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 比如说那个竹编 是要用竹子的皮 那竹子他要花一些时间 甚至于要爬到 因为我家虽然有种那些竹子 可是那些竹子 不一定都能用 所以他有时候 他也会要到山上 然后去采那些竹子 可是那个皮 他必须把它削 削之后 他要阴干 那阴干之后 再用阴干的那些东西 可能要等了好几天 再慢慢变 那我觉得在他身上 其实看到了 这件事情背后的 那个执着 毅力 坚持 这个是我在他身上看到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 如果说我能够学到这一点 我也能够坚持 我也有毅力 然后我也奋斗不屑 我倒还不会太差 那你说 我刚提到的这些点 课别有没有给我 没有啊 就是他给的 因为这是他做事的一个方式 态度 对 一个态度 然后接下来 其实有一些东西 哪里来的 我觉得那一定是他的童年 他会的东西 应该是跟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我的爷爷 你的爷爷 是有关的 那个人 然后给他的某些东西 然后他透过他的方式 或他的逻辑去选持 然后他给我 所以我的寒假 我的暑假 几乎就是要跟他到身上 因为我们家有种过菊池 种过金草 种过李子 桃子 祖所 好丰富哦 这些东西都是 他必须要带我去 因为我是他最好的帮手 那我在那个过程里头 其实表面上其实是帮忙 因为他在玩乐 对不对 就连那个株笋都可以玩乐 他弄了那个竹边的笼子 丢 都是在玩乐 可是那个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还动脑筋 比如说你如何在他给你的 那个笼子里头 然后你装到最大纸 他是数学耶 就那个竹子我后来知道说 爸爸就会提醒你 说你怎么弄的时候 可以弄到最多 可能他也不是在教你数学 这样子叫做最大纸 可是他在解决方法 他在解决问题 对 对 那个东西我有听见 然后我有吸收 我就有得到 他教的 我把这一套 然后用在后来的 我在学习数学的时候 我居然觉得管用 所以我演书也很好 我这样讲 是不是老师教的 我看不是 我爸教的 是爸爸教的 尤其算钱的那个部落 最会 是 所以从童年的这些 这么多甜蜜的这个回忆里面 就也滋养了 尤其是人贵老师 他在长大之后 他发现 长大之后 种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可能就从从小 这些玩乐当中而来的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好 有人说过说 环保专家说过 没有爬过树 有人不会爱树 我完全同意 是不是 所以小时候 这么多的童年回忆当中 其实对我们很多人生的 成长过程当中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老师刚刚讲到 你的父亲从小 他的工作带着你去 所以你从他的工作当中 你是他的好帮手 然后就也让你在当中 学到了很多的智慧 然后你也必须要自己 想办法去玩 对 自己去玩 然后自己玩得很开心 后来发现 其实这些玩 也在你日后 遇到很多事情 其实好像是有关联性的 因为我后来其实帮孩子 写了一些书 比如说我写过气泡人 写过爷爷的神秘阁楼 写过一张纸的神秘旅行 好多人都说 这个书名跟你无关 怎么可能是你写的 对 可是因为我后来 当然有一个区块 是想要关心小孩子 那关心小孩子 其实应该要从故事 或小说开始 所以我刚刚提的 这三本书 其实是科幻小说 很多人想说 你不是亲子教育吗 你不是谈美好生活吗 你怎么会写科幻小说 好像还是跟童年有关 就童年那个经验 或那个记忆里头的 某些东西 就像书尔康提到 你没有爬过树 你不会去爱它 可是你带爱 那当你去爱它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去 穿透出来一些 那种不同的意义 我这三本书 每其一名 表现上来看 叫做科幻小说 其实就是 我对环境的爱 或对环境的思考 那里头其实 我一直在想说 人在这个环境里头 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是环境的主宰 还是你是环境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透过了很多 我认为的很有趣的故事里头 想要去跟孩子谈 就是说 人跟人或人跟土地 或人跟文明是有关系的 然后你要透过这些历程里头 去让孩子知道说 有一天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要对土地是有爱的 所以我在里头 其实会隐隐约约的 加到一些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加的东西里头 是告诉孩子说 我告诉你 砍了一棵树 人会短命五分钟 太八个都不想听 然后树里头有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树里头 可以吸收什么 当然不要看了 可是当你把它写成故事的时候 然后用一个人 那个人叫气泡人 然后他是可能五百万年前 然后因为一次环境的变动 然后存留下来的一个人 然后人其实是用鼻子呼吸 然后我设计他是用塞在呼吸 然后他能够贯穿河海 小孩子就会觉得很有趣 那你站在里头去加了 你想要去告诉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元素是透过 那个气泡人的嘴巴去讲 他可能就会吸收了 那我在书写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是来自于 我自己喜欢生态 喜欢环保 那这个当然跟同龄有关 然后我去阅读了一些不同的书 其中有一些书是考古 那你说考古跟生态有关吗 没关 可是我这些年其实我发现说 从考古资料里头发现说 有很多的文明古国的消失 其实是生态 比如说我们以前像 后来也到台湾来展览 叫做楼兰古国 然后有挖一些楼兰古师 楼兰美女 现在大概证据应该是 约略的证明 就是楼兰它会消灭 应该跟那个 罗布勃的那个 那个湖水的干枯是有关 所以考古学校挖了很多的黄泳墓 表示说 那边应该原来是一个森林吧 那因为某种语音 然后森林就陨灭嘛 对不对 然后人类就没有办法住 所以那个谷国就不见了 就灭亡了 然后我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接续去追一些资料 或一些那种 我这里很有兴趣的东西 然后我在一份资料里头 我看大家说 好像是在那个日本的 那个外有个云纳国岛 那附近有一个 那个古代的城 假设说那个城 然后现在找到的 然后被证明是真的 假设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考古专家 所以任何一个资料 对我们来讲 它有可能是真 也有可能是假 或即便你是考古专家 你也可能说错嘛 那我常常会想说 如果假如它是真的 然后如同你们说的 它有120万年 可是120万年前 真的有一个古城吗 然后那个古城真的存在吗 那如果存在 它为什么会消失 那一定是跟文明有关 就一定是文明的 然后某一个变动 搞不好是一个核子灾难 或者说可能是一个环境灾难 这个成不见了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故事 然后化约成为 我想要去告诉孩子的 科幻小说 所以我是把这个东西 把它移移移移植过来 所以它又变得很有趣 或很好玩 或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的 那些某种程度 可能不是像我们的 那个童年的命题 可是它都很像 都很像 因为没有这个童年 你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思索 或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思考 所以我后来才会更加的认定 说我的童年给我好多的 童年的卧土 没有这个童年 不可能去想这些东西 有这个卧土 后来它分别开作 不同这个茂密的树林 或这个花朵出来 对 东方人跟西方人 对于玩乐的这种解释 很不一样 或者是可以说是 接受度不太一样 东方人会觉得 你花太多时间在玩的话 会觉得好像心虚 对 会害怕 对 会觉得恐怖 会不会你因为这样玩 而输了别人很多 或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玩 然后你没有再认真的念书 然后觉得很内疚 可是好像西方人觉得 玩乐是一种 一种学习吧 对 这两个很大的不同 我一直不知道 这样的变动到底是在哪一个年代 然后不见了 你说古代是吗 不是 我读过一本书是 明朝的陆衡写的 那其他人因为他把人 定义为很多很多种人 其实我只有一种人 第一种很清楚 然后高人玩世 高人玩世 对 比如说在他认定里头说 那个人被你们认为是高人 可是他人生都在玩 而且玩得很有学问 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收集一些东西 当然我的空间 不太可能去收集什么 明朝的明世家具 可是因为我收集 所以我阅读 所以我读到这个人 我知道这个人 我很喜欢这个人 叫做王世香 他是收藏明朝的家具的 第一把交易 他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玩出学问 他以前在上海读的 应该是圣约翰大学 人家就问他说 你在圣约翰大学里头读什么 他说读玩戏 就玩的科系 对 可是他最后加一句话 玩出学问 所以显然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定位成东西方的时候 我觉得对东方的我们 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 有一点不公平 比方说我们以前其实有 对不对 那以前你说在古代 比如说你有秦朝 有秦绿 汉朝有汉绿 然后他也会去规定一些东西 比如说几月不墓 几月不渝 几月不裂 那不累干嘛 不累的话一定休息 休息干嘛 一定玩乐 所以我们才会去创造一些 玩乐的东西 比如说庙会 所以显然在我们的 古代的这一批人 或古代的这个祖先 确实是有玩 那我就说 他到底是在哪一个年代 然后告诉我们 不可以玩 一定要读书 一定要科举 我们在回国来读鲁鱼 鲁鱼里头其实有一句话 后来也是我在演讲里头 我常常在讲 他说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显然在孔子的脑海里头 他把人类分成 至少是三个等级 最棒的那个人 不要忘记 知之 好知 还有乐知 乐知 那乐知就是玩乐 对不对 第二流的是知之 好知 所以在孔子的眼中 搞不好最烂的那个是知之 只会读书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 像春秋战国时代 可能他也觉得玩是对的 那你知道 孔子他主张什么 他说礼乐色域叔叔 有没有在玩 好像也有 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 我一直很希望说 我们能不能回到原来的孔子 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的精神 我们应该礼乐色域叔叔 对不对 那个色是奇色 那我这一天 我在想说 我好像什么都还会 奇色不会 如果我起码 不知道有多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说我们能够回复的话 也许我们跟西方是 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那你回到 我书伟刚提到的西方 其实像我一个朋友 他在加拿大 其实已经算移民了 他自己的感受 就像书伟刚提到了 其实是有一点伤感 他说 人家的孩子 为什么18岁以前都在玩 那人家的那个教育的过程里头 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你说 我都考第一名 没有 他说第一名有什么习惯的 你几乎从任何一个国外回来的人 他都会迷惑 比如说 你今天到芬兰去 搞不好你因为某种职业的关系 你到芬兰 你回来 你一定对台湾的教育不会习惯 最大的不习惯是因为 那个孩子在芬兰都在玩 回来就要开始看书 对不对 在挪威都在玩 在加拿大也在玩 在纽西兰也在玩 因为纽西兰最盛行的一种学校 叫做冒险学校 哇好酷哦 你要这样 要去那个泛舟 对不对 他们觉得说 你能泛舟 你才是合格的小孩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不是 我们要考一百分 才是合格的小孩 然后要考上第一志愿 才是合格的小孩 南远北城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十八岁以后就回来 像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 有一天 然后我找不到这个孩子 我就一直很纳闷 然后就问我太太说 那个隔壁的 假设她叫江神 江神怎么最近都没有看见 然后后来江神就出现了 江神 你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在玩 以前不是看你回来就在玩 偶尔已经是念大学了 他自己会知道说 大学是一个分离 对 所以人家是 静如厨子 动如脱离 这句话也是我们说的 真的 对不对 所以人家安静的时候 其实像厨子一样 他做学问 所以他说 他最近常常在研究室 然后出来的时候已经黑了 不是 你看不到我 可是在这之前 然后他是练高中 比如说他练九年级 练十二年级 他在玩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 没有让一个孩子 在玩乐的那个年纪 其实适当玩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用一把刀 把它切开是不对的 就是说 人其实是也要玩乐 然后其实也要做学问 就是哪一个年纪 他该做哪一个事情 我们没有分清楚 是 比如说你今天说 一个孩子六岁 他怎么可以像苦行真一样 然后要读书 然后还sign 这个是他不需要做的 就是说六岁的孩子 不应该做的东西 我们给他做 可是你说他 他应不应该有学问 该啊 他应不应该专业 该啊 他应不应该读书 其实也该了 可是应该是像国外一样 他应该十九岁嘛 他都准备好了嘛 他跟你讲说 I am ready嘛 我觉得他会的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谈 老师他觉得 从玩乐当中 可以玩出一个学问 所以他自己的孩子 从小他就也 贯彻这种玩乐的想法 但是听说 还遭到你的一些 家人的劝择 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 就是 老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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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我的教育的哲学里头 比如说因为以前我去演讲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校长聊到 他说他一定会跟家长 就是新生进来一定会跟家长讲说 在这个学校只能用七分考试 然后一定要三分完了 所以他是我认识的校长里头 我觉得很棒的一位 那我也把他的想法 我就带到很多的地方 我要去告诉很多人 然后甚至我就告诉很多校长 你一定要在学校里头推行这个政策 在我家就比较放任 我们家至少是五五 就是那个读书考试 然后等于过得去 那因为其实我不是说 放不放任这个问题 是因为当你学习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比别人更清楚 比如说分数这件事情 给的叫学历 可是分数它不可能给人生 对不对 所以你的那个人生里头 其实给力最多的其实是实力 所以你要有实力 可是实力不在课本里头 它在课本以外 然后因为我这些年 因为我自己 自己喜欢我玩 然后接触很多大自然 我发现大自然里头 常个学问 大概我一辈子都不可能用完 都不可能得到 然后甚至你在大自然里头 你可以去想到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以前我爸爸 然后小时候就讲 他说如果你在山上迷路的话 找到那个曼藤 那你就可以脱险 那他也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找到曼藤 我也脱险 可是当我这些年 因为我喜欢爬山塑西 然后你在那个大自然里头 尤其是你下到溪谷的时候 你终于遇见曼藤 你想到那句话了 原来那个曼藤会翻山越岭 然后最后的终点是在河谷 你说一个人在山上 依着那个曼藤 然后下来那个河流 不是脱险吗 他就是脱险 然后你到山林里头 对啊 你在山林里头 你看那个树木 比如说台风来了 你大家只会听到说 台风来了之后 哇 行道树倒了两万棵 对不对 可是你从来没有去 没有听过说台风来了 然后森林那个树倒了两万棵 为什么森林的树倒倒 我就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就一直在想 我说会不会那个森林的树木 它砸的根很深 然后森林的木头 因为台风来的时候 你也不会休闲 所以我终于懂了 原来那个行道树里头的 这些树木 是因为我们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在休闲 你破坏它的平衡 所以你没有给它风动 就风它需要过 那你没有啊 你没有给它过的时候 它就用它的树干去挡那个风 那你说树干厉害还是风厉害 当然是风 所以当你用你的强者 跟它的那个硬度 然后去比拼的时候 风远远大过于树 那这些其实在大自然隐附 有这些智慧 所以如果说回后头 还提到 想到那个钢索伟提到的 那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孩子的智慧 然后丢给课本 不丢给那个提供大智慧的地方 所以当你到了生理里头 我当你到了那个自然里头 其实你有一堆提问 甚至于那个自然就帮你提问 比如说像我带我儿子 然后去缩席 他大概是小二就跟我到西里头去缩席 其实是有危险的 可是在里头我自己发现说 他学到的东西搞不好比那个 小学六年学到的东西远远多很多 比如说到了西 然后我就感觉到很凉爽 我就问他说 哎呦 这里为什么这么凉 他就有答案 因为它是森林 可是我们从那个城市来的时候 那个城市的温度是36度吧 你为什么到了森林里头变成20度 23度 然后溪流是15度或18度 就中间那个差异 小孩子他开始 让他可以去分辨 对不对 而且大致呢也在教他环保 教他生态 然后教他那个保育 因为我们又教他 可是他看到溪流里头 然后有一张网子 然后我们拉起来之后 好像有八支还是几支 那个叫石兵 或者说我们又叫他石斑 只有五支 我们为了那三支 那个仅存的 活着的 已经因因一起的那个石兵 我们停下脚步 然后去想尽办法 因为那个 他是用网子嘛 可是那个网子已经把他的灵 已经夹住了 我们现在拉不起来 拉起来可能会死 他想到办法 他说石头不就是可以变成刀吗 他就往地上一摔 那个刃的部分 不就可以变成刀吗 这我也没教他 我也不知道啊 自己想出来的 他就自己要想啊 那你说这个问题 然后他今天用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会不会永远的 跟随着他变成他的学问 会啊 对不对 然后后来有一次 其实因为台风先后来的三次 所以那个小镜是柔长顺段 我那天刚好有课 我说我们今天只能塑基上 可是我们不能跟林祖祖他们一起下来 我们要走那个山路下来 柔长顺段 然后我想天啊 已经上来 我们切了四十五度上来 下不去了 能走这个路 可是几步路就是一个窟窿 一个窟窿窿窿下去是万丈深渊 他居然假装很勇敢说 爸爸我先过 如果没有事的话 我再拉你过 小学生哦 对啊 过了七八个这样的窟窿 回到家 碰到妈妈 妈妈告诉你 我今天吓死了 我还假装 假装很勇敢 我还救了爸爸一命 你说这个东西或这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引发出来的那个慈悲爱 永远在了 对 真的永远在了 是啊 而且这个真的是 小孩子跟父母亲一辈子的一种回忆 对 然后在他们 现在都已经二十岁了 对 他们在回想起小时候 跟爸爸去溯西 然后去哪里 去哪里的时候 对 他一定就觉得意犹未尽 对 所以刚才讲到说 在玩乐当中的学问 其实有些是课本当中学不到的 但是有些父母就要问了 那如果有老师 你的小孩啊 就跟你这样子 假日去玩 对不对 那玩心收不回来 没有放在课业上 那该怎么办 玩心通常是不大可能会收不回来 因为小孩子 他还是有一把尺 我觉得我们这些大人 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点点多虑 就是说 我们是用大人的角度去看孩子 那对于孩子来讲 其实不是 因为你发现说 你开一部车 你不大可能那部车一直开 除非你今天告诉我 我说 我那部车 我86个钟头 我一直开 它还好的 我说它一定烧掉 对不对 所以人生其实一直是动静 它其实是在动跟静之间 比如说 动了很多之后 它一定会静 你有沒有发现 然后静了很多之后 很久以后 它要动 所以真正的孩子 是要动静皆宜 就他自己会有一个tempo 那这个tempo 其实可能每一个孩子 可能会有不一样 他一定要会 比如说 我总不可能 我一直不睡觉吧 除非你有观察到说 有耶 我们隔壁那个老龄的孩子 十八天都没有睡觉 不可能嘛 成仙了 对不对 他一定会嘛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教育 其实它可以回到一个 最简单的逻辑 就是说你说这个人 能不能不吃饭 会啊 他会吃饭嘛 所以会吃饭 或要吃饭这件事情 照理想 我们今天爸爸妈妈 就不要紧张 因为他会饿 那饿的时候 你给他吃 第一个 他会觉得最好吃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在那个过程里头 养成 那个习惯 那第三个 你就不会让 吃这件事情 变成他的武器 你发现有很多孩子 可以拿吃当武器 我不吃 你就害怕了 你要我吃 你要给我钱 完蛋了 这叫威胁 所以当你陷入到 他的那个逻辑里头的话 这个叫做情绪勒索 更不好啊 所以我是回到 那个最简单的原则 就是教育 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实在的 它是符合真理的 所以现实就是如是 比如说你刚提到说 很多人会以为说 我很放得开 其实不是 是我回到那个真理 就是你今天教育 是要教孩子 然后学会一个东西 而且那个东西要能用 而且你明明知道说 这个东西最好用 这个东西不好用 那你怎么会告诉我说 不好用的我还是要用 可是那个好用的 我不要用 不会吧 除非你不了解 所以我很希望说 更多的父母亲 能够了解这件事 就是我们的东西 其实是殊途同归 所以我这些年演讲 我也一直跟他们讲 我说其实我们两个目的地一样 你要到台中 对 要到台中 只是我们的车子不一样 你说我要自己开车 我说我不要 好累 我要坐高铁 我只是选择坐高铁而已 所以可不可以我们殊途同归 就是我们到达一个共同的地方 可是那个地方要让孩子很开心才对 好 所以怎么样帮助孩子 就玩的可以玩出学问 或玩出一点他们的心得来 在老师的书中有提到说 我们要多让他去问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那接下来呢 还有没有 这样子 所以这个方法要怎么样运用在 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呢 我们稍后回来再来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这四个动词呢 这个 为什么 怎么办 接下来呢 还有没有 这要怎么运用呢 我先讲一个人好不好 因为 我读了那么多书 然后 其实有一个人我非常喜欢 就叫林语堂 但不是因为他精华烟语 这个人其实很可爱 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东西 如果你用现在的角度回头去看的话 我觉得他的东西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他自己然后千里条条 然后从福建到美国 对不对 然后去念博士 可是他跟他女儿讲说 不要练大学 那中间那个对话就很有趣了 因为他说 读书是要让你读到会的东西 那你已经会了 所以不用再练 所以你的高中那个中文程度已经很棒了 你可以去教人了 所以后来我不知道他带 什么时候有没有再去念大学 至少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 林泰宜女士确实没有去念大学 最近看到这一队的妇女是很可爱的 爸爸练博士 叫女儿不要去念大学 然后他在里头其实他有形容大学 然后他形容是美国大学 所以在林语堂的眼中的美国大学都如是 那台湾 他觉得那种英文就一斤七块 那个什么就是一斤两块 然后读了四年之后 然后你要买到几斤 然后就毕业了 他当然是讽刺 就说你们这些人 然后编了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好像在卖菜 卖完几斤就可以了 他说大学不是这样子 大学是要做学问 然后回到林泰宜其实 因为后来林语堂先生过世 林泰宜其实有很多回忆的文章 所以我觉得林泰宜 应该是被他的爸爸的英语堂影响很大 所以他的脑袋里 其实有很多他爸爸的 那其中一个 其实就跟我在写为什么的时候 是有关的 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在他们的心目中 不是你们认为的 满腹经纶的文学家 所以人家问他 你爸爸是什么 他说不知道先生 不知道先生 你很爱问 对 然后就是你问 我就不知道 所以林语堂就会跟林泰宜讲说 去查书 他说爸爸能够拥有的知识或学问 绝对不会比那本书来得多 绝对不会比那本池海来得多 你干嘛问我 问他 所以林泰宜在书里 其实就提到 他说 我的爸爸送给我们最好的一份礼物 就是知道知识在哪里 我们要去查 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听了之后 是很有感触的话 那个为什么就可以出来 对不对 就是不知道跟为什么 其实很接近嘛 对不对 当你说不知道的时候 其实对等于是 那个孩子在问你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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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给他什么答案 还是说你引导他去找他 对不对 为什么那个会变成 为什么那个海看起来会怎样 偶尔不知道 带他去找他 所以其实我对应孩子的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的对应是不知道 所以我就引着他们 然后去给他们一套 对我早期有一套百科全书 对 就是绘本 那一本是我自己很喜欢 我记得好像是韩国版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的东西 其实不要有太多文字 他应该有一堆的画画 自己去想象 所以那四十本就是漫画百科的样子 然后孩子就可以在里头看到 然后看到文字之后 他就有吸收 他就回过来问你 然后你就觉得 你也吸收到 因为他找到答案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跟孩子 一些对应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解决孩子的为什么 因为孩子在从小的过程里头 他一定要问为什么 他没有为什么 怎么会有一些知识的来源 因为他一定是这个不知 那个不知 那个也不知 那他一定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会这样 为什么这个会那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应用在生活里头 就可以用这个办法 当他问你为什么 我们一起去找答案 不知道 然后小孩子说 为什么老师问你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一起去找答案 那我们这一集是 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 怎么样让孩子在玩乐当中 得到一些学习或智慧 但是很可怜 你知道现代人 每天很忙 有时候连玩都不知道怎么玩 我有很多的朋友 假日的时候 还是在家里看电视 或者就是 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 生活及教育 就是说 也许不应该去想一堆的那种地方 或办法 说我们一定要怎样 你在生活里头 其实有一堆的东西 都可以当成是玩乐或者游戏 其实说 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 连收完剂都会玩的 你就画一个 放一个 放两个箱子 姐姐跟弟弟来比赛 然后我只要激将就行 我说一定是你输 怎么会 一下子就说完了 我们连吃饭都可以玩 我就创造一种菜 叫做漂亮菜 吃得会很漂亮 我那女儿小时候就说 真的吗 好好吃 我问你 有没有变漂亮 有有有 所以以后我每次 要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你漂亮菜有买吗 这也是玩乐 所以我觉得玩 其实不是我们原来的 自私那个地义 一定要去哪里 对对对 就是说你的那颗心比较重要 就是说 爸爸妈妈先有玩心 什么都可以玩 是 爸爸妈妈的玩心要找回来 对 成风已求 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的 那个玩心 把它找回来 然后跟孩子 在生活当中 制造多一点的乐趣 让孩子觉得 哇这个世界真的太好玩了 他什么都想去探索 什么都想去知道为什么 还有运动也是一个 跟亲子之间培养 玩乐的一个方法 对 因为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 你一定要知道说健康很重要 所以 我觉得亲子之间 其实有太多的东西是可以玩 像我儿子他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 是我们一起骑单车 那他把单车这件事情 还有定义 那叫我们的城市冒险 我觉得哇 下的标题真好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 他记忆很深 而且他的城市冒险里头 单车去过的地方 他希望能够保持原封不动 所以有些地方 其实已经不是原封不动 因为盖了房子 我不知道那件事情 他为什么记忆那么深 而且有那么多的仇恨吗 他就这么讲说 那个建商好烂 我说为什么 他迫害我的童年 他说那个是他的童年 然后那个童年里头 原来是他西西的地方 你怎么可以拿来盖房子 是 所以运动 就是跟孩子多到户外去走一走 对 其实只要跟孩子 父母亲多愿意跟孩子在一起 什么都可以把他当作是玩的事情 没错啊 没错啊 我觉得我们身上本来就有一堆的法宝 那不要把你的法宝丢掉 我觉得我最后提供一个简单的建议 就假设你的童年是不错的 你把你的童年所有玩过的东西还原 对他来讲就很有帮助 就很有趣了 对 虽然我们小时候觉得说 哇 我这个玩具好无聊 就现在在我们的小孩来看来 对啊 搞不好就很有趣了 对啊 你玩过指挥机 他有玩过纸飞机吗 真的 如果你还会坐 对 然后我后来看到有一集电视节目 在报道 那纸飞机他也很有学问 你还可以听他空中好久 你可以跟他比久的 以前坐指挥机还可以射出去 还能够回来 那要物理学 好好玩 是很有学问 作家式也可以当作玩 也可以玩 怎么玩 对 比如说像 我女儿喜欢擀面条 可以玩啊 擀面条就是在玩 就是在玩 对 对不对 他就擀完之后 然后让他下面 然后吃他的东西 他就很有成就感 对 所以我们大人认为 那叫煮饭 对他来讲不一定 对他来讲 觉得是半嘎嘎 对 我觉得玩只有一个守折 就是说你不要去限制 他一堆的东西 说你限制他 说你不能把面粉 掉在地上 然后你那个要多好看 然后你的水饺 要有几个弧度 有几个合合 捏几个皱折 对 不要 因为那是大人 那如果这些限制都没有的话 一定是玩的 一定是觉得好玩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有钱贵老师 跟我们分享 怎么样让孩子在玩乐当中 学习到大智慧 那么我们父母亲 要把我们的 小时候那颗玩心 每个人一定都有玩心 不可能有人不想玩的 对不对 那颗玩心找回来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可以让孩子 也从玩乐当中 去学习到很多的事情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